《逆境同行守护心灵》 3月31日讨告日志 我们在逆境中同行的人 都知道神爱我们 不叫我们遇见思贪 救我们脱离空恶 诗篇18篇1-3节15-19节 耶和话我的力量 我爱你 耶和话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我的救主 我的神 我的盆石 我所投靠的 他是我的盾牌 是拯救我的角 是我的碉堡 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话 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耶和话你的斥责一发 你避孔的气一出 海底就显现 大地的根基也暴露 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 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 他救我脱离强定 我立即恨我的人 因为他们被我强性 我遭遇灾难的日子 他们来攻击我 但耶和话是我的倚靠 他令我到宽阔之处 他救拔我 因他喜爱我 有两点我们需要思考 我们知道神如何爱我们 我们的神如何保护我们 神非常爱我们 我们不投靠祂 还投靠哪一个呢 神是我们无助的时候 随时的帮助 在遭难的时候 在我们的避难所 在危险的时候 是我们的拯救者 在疲乏的时候 是我们安堂的地方 在疑惑的时候 是我们的启道者 在洞遥的时候 是我们的盆石 在黑暗的时候 是我们脚前的灯 在迷途的时候 是我们路上的光 在奋斗的时候 是我们的加油站 在增战的时候 是我们的大元帅 在我们大获全盛的时候 我们要同心赞美歸荣耀比神 我们有三件事情 去祷告 求主使用医疗的研究团队 尽快地研发有效的 药物和医疗方案 去救活感染者的生命 求主去帮助 我们现在各人家居 防疫的期间 能够克服不能够外出 缺乏社交这些负面情绪 使我们的心境都能够平静 祈祷求主帮助我们 有一个感恩的心 知道神甚爱我们 祂全面性 全方位 全天候保护 看顾我们 使我们得着平安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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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